好酸啊 可能有好多叶酸在里面 宝贝们 我又来了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养生小伙伴 叶酸 大家会陌生吗 好多人都以为只有在 一起做妈妈的时候才需要补充叶酸 实际上补充叶酸对于女性而言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能够抗癌 预防贫血 同时能够改善皮肤和脱发的问题 那么我就来制作一杯 补充叶酸的健康天然的小饮品吧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 非常非常的简单 西芹 柠檬和菠萝 这些都是富含丰富叶酸的一个食物 这个西芹我已经全部洗干净了 然后用开水烫了一下 柠檬呢 先把它去皮 切块 然后再去子里 切的时候这个柠檬香气 好香啊 柠檬是富含VC非常高的一个水果 可以抗氧化 好 这边呢 香香的柠檬皮 我一般不会把它扔掉 我可以用它来做酵素 或者是把柠檬皮打碎 放在你的咖啡里面也好 或者是放在你的粥啊 沙拉里面都是可以用的 非常好吃 再把柠檬一定要去紫 沙拉里面子会让你有点苦 刀针的身 真的是酸Q 我觉得也可以把柠檬 几成汁倒进去 然后呢 再把芹菜 和你的嫩一点 再放点菠萝 因为西芹是特别好的 排干毒的食材 我有时候早上也会喝这个单独的西芹汁 西芹汁里面有一种 叫什么什么盐 因为西芹汁喝起来有点咸咸的感觉 那个盐是最最适合人体吸收的一种盐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饮用水 好了好了 然后这样 健康声音 叶酸的声音 来了 叶酸来咯 感觉到了满满的营养 满满的叶酸成口 好酸啊 可能有好多叶酸在里面 这个芹菜还是渣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好 我觉得下次要考虑一个 就是拿那种专门榨芹菜的一种汁 我家里有种专门榨芹菜 芹菜的那个机器 先把芹菜汁给它榨好 然后再榨这两个 就不会有这么多渣的 我会去操一下这个杯子 大家千万不要买通算 这样一个简单又营养的叶酸小饮品 就这样做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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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